嗨 嗨 嗨 他买了越南的新鲜鲜 我是在露营 你看 这个样子 来来来 再吃鸡屁股了 你看 哎呀 嗯 会不会太烫 不会啊 哎呀被人 哎呀 被人见了 鸡屁股啊 你知道吗 他买了 哎呀 我蒙水了 嗯啊 对不对 ok吗 我买了鱼 好不好吃 嗯 我说鱼 哎 他真的能这一口这样咬下去 真的好 咬爪啦 嗯 他喜欢的 你知道吗 我以前我以前也是 我们家就是我最喜欢吃鸡屁股 我知道啊 你也知道 我们家一下子 一家伙就擦 擦掉我爸爸妈妈的鸡屁股 我妈还讲说 哇 哥哥要洗下来 你的鸡屁股就被他吃了 我说 我有听到你讲说 我妈妈 我就是终于那个东 就夹了 然后我妈那个呢 很大一块鸡屁股 是切得很大块 永远都笑敬我爸的 然后他也不敢讲 所以他不敢讲 我真的笑死 我永远记得 你讲的那一句 跟我爸讲的那一句 真的 因为我不敢吃这种东西 你不敢吃 你不敢吃 我不敢吃 这个东西都我爸妈两个 他们两个在那里 你敬我 我敬你 然后就只有一个鸡屁股 有两个 可以来推行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交了自己来 哦 那句话就一看到那个 你眼睛就亮了 提起来吃那个 我就看着 后面的结局怎么讲 我还就说 哇 那句话的鸡屁股 被罗子吃掉了 我知道 你看着到 所以我就永远记得你吃那个 你知道吗 我20岁生日的时候 我爸爸提了一盒的鸡屁股 真的吗 里面全是鸡屁股 二三十个鸡屁股 肥肥的 不是鸡的还是鸭的 好像是一盒鸡屁股 一盒鸭屁股 真的哦 然后送到学校来 去宿舍来给我 哎呀我的同学 我的室友 吓死了 这是怎么样呢 我不敢吃 我吃了两盒的鸡屁股 五个一一一要的鸡屁股 这吃了四五十个下去 你看看 外面鸡屁股 就一点点进去 因为我妈以前还跟我爸 有时候带便当的时候 我们就牵的很大一块 就是后面的肉还一块这样子 就是那个 我记得鸡屁股 这么大一块这样子 因为大便当嘛 然后鸡腿呢 好像就是我的便当菜 鸡腿是你的便当菜 对 因为我跟我弟两个弟 差年龄差的比较多 那所以我带便当的时候 我那个大弟也是吃素 不吃荤的 所以那个便当 那个鸡腿的 四膀两个腿 大腿两个腿 差不多是我的便当菜 我小弟跟我差那么多岁了 你看你妈妈吃的多好 哦 一个屁股吃掉了 还有一个 你给他两个屁股 一个一个 你看我买鸡的时候 我就请他说 我是有个鸡屁股 他还有两个 然后我就把它煮的烂烂的 看看能不能吃 对 能吃的又开心了 因为 有的肉都裁掉了 他没办法吃 嗯 就很开心 你看吃的蛮好的 哎 我看到他能吃的那么开心 我实在是非常的羡慕 对 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行 真的很快想不到 因为三月才来过来看我妈妈 那是三月的时候 嗯嗯 他才过来看 我在想那里 有没有想 三月不是老 不是三月 我妈五月才那个 没有三月过来看 哦 哦 你说说那个 对 那你大哥说 我爸不知道状况怎样了 我说我刚走 那我带我妈来 那时候我好像没来 没有 那时候就说 我带我妈来看看好不好 我都好啊 嗯 嗯 老朋友 那个影音还在晚上上 那个哈 哎 那天还在 打破上面一个碗 因为我急着就放 把一个玻璃碗 放在椅子上 一泡泡 就睡了 他跟我拔了 一人一个的 嗯 你看吃的多好 对 怎么是六月睡能吃的那么好 你把它就从那个 那个养护所带回来 真是 真是 真是明智日觉 好了 我们那时候说我妈能走哦 本来是没想到会变成 这么不舒服 她以前自己的穿衣服也能走动 我们想说那就 我们九月要出去玩嘛 九月出去玩回来就接她回来算 反正 你在家里面 就是 她想吃什么 我们就弄点什么 还有牙 很简单 这个包子又是一顿 对不对 嗯 就是 不像现在 她这个就 没有假牙的话就很受限 嗯 可是你把它煮得也很软嘛 看起来也是很软的东西 你要看哪一种东西 吃爪啦 那个才可以 好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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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哈